看看新闻网 新华社中国网市官方微博 曝光了民政部 回应周晓云举报燕燃基金一事 称燕燃基金2006年到2013年 为患儿支出手术费用 约402万元 救出患儿9616例 用于燕燃天使儿童医院资金 为5322万元 至去年年底 用于医院建设资金 为定向筹款定向使用 未发现所举报的问题 当天晚上李阿鹏带着燕燃天使医疗队 在西藏阿里 给当地的老百姓们 做医疗救助 得知消息后 他转发了该微博 虽并未直接对燕燃基金一事 做出回应 但是言语间透着轻松 仿佛一切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 燕燃同事说了 民政部终于公布结论了 看着我高烧高反木然的表情 又道 同事都在楼道里面相拥而泣 我只说道别哭了 太好痒 高烧到40度的李阿鹏 在迷迷糊糊中 还能够调侃斗乐 心中大石头落地的喜悦心情 是抑郁言表 而与此同时 当初质疑燕燃基金的周晓英 却对民政部的调查结果 并不买账 周晓英称自己 接下来会继续 请求民政部信息公开 否则就将束逐法律 余得新天地 看来这事儿还有下文 编辑报道 这事儿还会继续 这事儿还会继续 不乱